潘森 你好 Sara 你好 先講講你對這件事的看法 我都是一些分析 我現在掌握的東西不多 我們看到先抓了幾個 好好不好聽 乳臭味乾的學生 又被他保釋了出來 那些人就說 沒什麼 我著重分析 我覺得其實事情怎麼會有這麼簡單呢 我們要知道 我看回由雨傘運動 或者甚至是由反國教開始 很多媒體 有些是可以說和蘋果有仇的 或者很親建制 我們烏者可以這樣形容的陣營 在那裡揭秘 所以我們要留意 不是黎智英本人 而是一個叫Mark Simon的人 這個Mark Simon的人 是黎智英的顧問 就是一個美國人 他的背景都多姿多彩的 他也是一個 屬於共和黨的美國政治人物 就是去年在這個所謂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很多媒體都在揭秘 我記得他們是爆了 黎智英和Mark Simon這幫人的一些電郵 就是暴風捉影 可能就說這些電郵 是證明他們勾結外國勢力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知道學生動員 都是用一個類似的罪名 但是他進了之後 遷法國 可能我們公眾發覺 你明明說這個法例 是沒有追溯期的 而學生動員 在這個法例生效之前解散了 而他們找到那些Instagram 那些社交媒體的訊息 是一些在美國的 曾經屬於學生動員的人寫的 那我就覺得 黎智英是一個香港很成功的企業家 如果他不從政 他今天的成就 可能無可限量 他的從政 是令到他的商業王國 是受到很大的打擊 我想這個都是一個客觀中響的事實 但是這個成功的企業家 是有很多面的 就是說他是一個很聰明 很心狠手辣的人 還有是很有企業家的智慧 比如說蘋果直銷 立即可以撤退了 他從左單路開始 他是捕捉到一些先機 所以如果他想在香港 長期繼續他做的事 他會不會在6月30日之後 我不是說30日 是說得快了 30日之後 仍然會有一些 類似去年的電郵 即是說現在我們要想一個問題 我覺得他不會蠢到這樣 所以現在我們公眾掌握的知識不多 或者資料不多 我想知道 他所說的沒有追溯期 是不是一個門面的說話 實際上可能他們有法不依 這是我關注的問題 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這個國安法是很神奇的 就算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本土的法律 就是我講的 Mark Simon 我看不到他是一個香港人 如果你說之前那個朱牧民 25年前 他都是香港公民 香港的市民 或者永久居民 我懷疑有很多香港人做法 譬如說 做了美國籍 加拿大籍 他沒有放棄回鄉證的 所以我又不認識朱牧民 可能他同時有兩個身份 他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也有回鄉證 這樣這個法例都講得通的 你通緝朱牧民 不是講得通的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一個原裝正版的美國人 就算他犯了滔天大罪 現在這個自外法權 當然 你又沒有可能抓到Mark Simon 除非他走進來香港 或者走去搭一些香港的航機 可能在飛機上被人抓也不行 但是我就說 現在你真的在試探著 這個宇宙法律 一個原裝正版的美國人 我現在不是說他有沒有犯罪 他利用這條法律裡面那個 就是那個很創造性的東西 現代的世界都沒有這樣的法律 是不是 如果我覺得 現在有些人說他們和解 我就看不到和解的跡象 我純粹從一個評論角度 我就說你做事徹底些 你不如通緝蓬佩奧 或者彭斯 或者 whoever 現在還有一個人 你不抓他都不行的 美國的衛生部長 走了去中華民國台灣訪問 我覺得你中共應該真的要想一下 我替你不值 你應該要想一下 通緝這個美國衛生部長 我覺得如果這樣做下去 究竟這一場這樣的衝突 對立 最後會怎麼樣呢 我覺得我們只能夠拭目以待 因為我由2012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層 或者可以說黨的主要領導人改變 去觀察到現在 我認為任何認為 它會在壓力之下和解 或者求和 是不符合現實的 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認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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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